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1日 星期日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認真討論香港 是不是時候進入另一個階段 這節有網上的文章 評論寫得很好 想跟大家分享 當然不是每一個 提議的論點 我都同意 講解的時候我會慢慢表達 但是這些討論 是相當值得 相當有意思 其實 網上的討論區 網上有很多網民聲音 很多時候 都是炒炒鬧鬧為主 再不是就是吃花生 不著邊際的東西很多 很少有一些 比較正經的討論 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很正經的討論 其實那時候 無論是看TG Channel 連登討論區也好 發現有很多有心人把很多有用的資料 有用的資訊放在上面 現在 隨著運動慢慢下降 這些討論區就變成沒有什麼 很少會看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應該這麼說 很有心思去寫文章 為了 香港的前途 光復香港討論的帖子 其實就越來越少 這節就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因為這裡 亦說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當然亦引述 就是美國國會 的報告 美中經濟和安全審 議委員會發表的那個報告 裏面就是昨天大家最主要留意到的 就是這份報告 點名批評 點名批評這個香港的法官 說他們就是 虛有其表 香港司法獨立是虛有其名 我繼續跟大家說今天這個話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和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廣播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 手動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這個就是連登的一個post 這個 賬戶 這個網民的戶口叫做交加階38號 這篇文章其實是一天之前的 剛剛這個 美國的報告就出了 各大傳媒 包括我們 因為 不會有 真的那麼多時間看得完這個報告 絕大部分的人都留意到竟然就是 批評香港的司法 這件事情當然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似乎大家遺漏了其他的內容 原來在這份報告裏面根據 這個 網民交加階38號列出 原來裡面有很多重點 遺失了 遺忘了 原來在報告裏面就有一個 專門的章節 就是說Hong Kong Governments Embrace Authoritarianism 其實這個字也挺難發音 不要緊啦 英文是什麼不重要 中文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香港政府 擁抱威權主義 或者你可以 把這個字當成 獨裁 獨裁者 也可以 在這次美國的報告裏面 他就 不再稱呼 香港做香港政府 以往寫香港政府的時候 英文就會寫Hong Kong authorities 但是現在 在報告裏面 他就在說這個是港共政府 這個跟我們本台 一直以來叫香港政府做港共政府 就一樣了 英文就叫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tro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又或者 他會叫做 Beijing Control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北京控制的 香港政府 我覺得當中有一個論點 說得非常正確 就是現在美國有聲音 就是開始不承認這個香港政府 因為你用得 這個字眼 CCP Contro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以及 Beijing Control the Government 就在暗示這個政府 是傀儡政府 一個傀儡政府 絕對 看回當時的國際條約 中英聯合聲明 你就會發現這個一定 就是違反國際條款 其實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就是 毀約在先 令到 現在的威權政府 或者是中共控制的香港政府 就成為一個傀儡政府 成為一個 不合法政府 這個是奠定了 香港人 建立屬於自己的政府 的合法性 最低限度的這種聲音 在今時今日國際上 是美國的國會報告來的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已經深深植入了在美國 所以我們香港人 去爭取香港建國 香港獨立在這個時候 是非常之有效 假如現在的香港政府 在國際的理解上是一個非法政府 那麼 香港的情況 可以說得上是開放的 是一個開放的形態 香港人 絕對就是有權組織 不過我們認為流亡政府未必合適 因為我們原本不是政府 只有立法會 一部分 立法會也不是全部 一部分的議員是經由民選產生的 所以如果要成立 流亡議會的話 我認為也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加上 流亡議會 其實是沒有用的 搞流亡議會不如搞影子政府 或者搞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剛才說了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政權 那你就不是流亡政府 所以 其實 應該是一個建國組織 一個包含將來會成為 政府的組織 其實是 關於這部分 就不是網民的文章說的 不過這部分全部是我講的 不過他剛好提了 這件事 我認為這是重點 整篇文章 整個報告裡面 這是重中之重 大家似乎就遺忘了這一點 這件事比起法官有沒有司法獨立 那件事是很juicy 也很開心 終於 有美國出來點名 批評那幾個人 但是 但是其實這個概念 對於香港的未來來說 更加重要 對司法機構批評當然有用 因為一直以來 就是外於他繼續扮有法治的地方 就說你所有事經過司法判決 實際上你在做的事 是經由司法系統 進行政治迫害 這件事美國寫出來的報告 有西方世界 真真正正去撰寫一份正式的文件 去奠定了這件事 所以香港那個司法機構 審判的案件就會形成了 被迫害的人 被需要審訊的人 成為了一個強烈的證據 正在 受政治迫害 這件事是重要 對於走爛的人來說 重要 對於要流亡的人 政治庇護的人來說 重要 但是 真正正正對於香港建國 香港獨立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政府的合法性 受到質疑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也直接跳過了一個問題 我知道 有一個人經常說 要歸英 首先我告訴你 歸英 這件事 是有大量的 限制 政治現實是不符合 最根本原因的 如果你 稍為對英國政治熟悉 英國是一點意思都沒有要收回香港 這個世界上 一天到晚 想把第二個地方 收回到自己的國家 只有一個 英國就肯定不會 會這樣想吞併 另一個地方 或者想佔領另一個地方 那個叫做中國大陸 想吞併的地方 叫做台灣 基本上 西方國家 一個都不會想 去接管任何地方 這個是非常非常 現實的問題 所以再說一次 政治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法律問題只不過是增加 跟西方世界溝通的基礎 香港也有大量的人 就覺得香港是需要獨立 你連一句口號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搞錯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叫了多久 你知道嗎 你想推翻嗎 不要說推翻那麼難聽那麼嚴重 但是 你不需要 去僭建一個步驟出來的 如果是這樣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你是不是需要改呢 是不是有問題產生呢 你不應該在一件 政治運動上 這個其實是政治運動 你不應該在一個簡單的 問題上 增加一個問題的複雜性 尤其是你需要 全部人去支持 以及去爭取那個 理解的時候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 這件事也很不直接 你想得到美國的支持 是不是這樣的 美國 價值觀 來自於美國的獨立 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認為獨立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甚至乎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概念 自由和民主 他們認為是天賦的東西 不是需要經過憲法 授予給你的 因為憲法是人為的東西 我也認為這個概念 其實也真的很重要 我們香港人 的民主自由不是因為 中英聯合聲明給你 也不是因為 香港基本法給你 香港的民主自由 是與生俱來的 換句話說 只有天 有權收回 我認為這個概念相當重要 不好意思 我說了那麼久 也不是那篇文章說的東西 因為我有太多 論點要說 其實 不要緊 我們回到這篇文章 因為我其實覺得最重點的部分 就是這一點 這位 網民 在這個文章裏面 將這個重點說了出來 這就是整篇文章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也不是不重要 不過 報告這次就是講了香港 那個形勢惡化 他 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討論 香港的政治環境的轉變 以及 香港會不會鎖關的問題 關於那個入境條例修訂 其實香港政府就很明顯 其實他將 權力 收歸在自己手上 如果覺得香港政府不會動用權力禁止別人出境 這個 就是相當之有問題 跟相信人大也差不多 不如相信基本法吧 他也不會 會每次 濫用的 是吧 只有要掏死你香港那次要用 那還夠不夠呢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用 即是把刀在對方手上 而且他不是沒有砍過人 這個 其實大家都明白 我不知道 這個網民會不會 他也是 本台的 聽眾 或者可能有聽過本台的內容 其實不要緊要我們沒有說 一些 意見 一定要聽過我們說 才算是 有時候很多意見我們都是會看了外面 不同的人說完之後我們又會再總結 我的意思是出處不是最重要 而是大家 討論的東西在同一個方向上 也是為了 跟光復有關討論 這就是一個有意思 值得的討論 如果每次把那些 策略 上升到 原則性層次 不同意你 你就是五毛 你就是鬼 這些人 才有問題 最奇怪的是 有些人就是主張很激進的 我聽說他主張也很激進 既然你主張激進 我們主張也是 也相當進步 為甚麼你會不停攻擊我們呢 這個真的很奇怪 是不是 劉細良最喜歡的一句 除非你別有用心而已 劉細良是你的節目拍檔 其實是不是你們別有用心呢 這節不是要說他 但是 關於這些香港前途問題 其實不可以不說 關於到底香港應該怎麼做 香港其實現在應該要進入下一步 是很明顯的 問題就是 現在的凝聚力 坦白說 我認為現在的凝聚力是完全不夠的 現在基本上 有很多 我們的網友 也都反映 來了英國的人 有很大部分 基本上 就是 要 急著買樓 急著找地方住 急著幫小朋友找地方讀書 急著要找工作 沒有了 他們關心的只有那麼多而已 所以現在 有很多網台轉型 變了只是說英國生活 本來說英國生活就是我們本台 說得最多的當初 因為 我們很早就流亡了 也要講解一下英國 現在就有一點 本末倒置 變成大家只關心經濟和生活 不再關心任何政治 就算 你不打算 要光復 即是要回香港也好 這也不代表 香港人不在這裏要建立出一個政治實體 其實 就算 有很多人覺得 不需要回香港 我不回去了 其實香港人也依然是需要 應該 建立一個政治實體 因為現在 國際對於 港共的合法性其實是越來越大質疑的 包括你 對司法系統已經說了不是司法獨立 不是司法獨立是什麼意思 司法受操控 各位 是吧 即是一個Controlled Judiciary 這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所以 你閱讀 報告的時候 英文就是這樣 他不會說得那麼倒獄 他永遠 就是 說得一半 這是英文的特色 又或者你可以說他做作 英文是那麼有趣 I'm afraid you are incorrect 聽起來很斯文 意思就是我完全不同意你說的東西 英文就是那麼有趣 表面上他說話很斯文 實際上 他引含的意思是很闊的 所以這篇報告裏面有很多 重要的概念 其實應該拿來繼續使用 他告訴你香港沒有司法獨立 就是告訴你 將他變成 正面句子 就是香港司法受操控 香港司法受操控 受誰操控 中國共產黨 當受到中國共產黨操控的司法的時候 所有東西的合法性 就會受到質疑 最後 就是這個網民 郊佳佳38號 也提出了 香港民族的傳網 這個我也很同意 我仍然認為 香港的民族 覺醒就在2019年 對於 要留下的人 尊重 要走的人也尊重 事態發展到今時今日 香港的民族傳網 的時刻就已經到了 民族的 興費 並不是單純我們說一下 在當下的土地 地理上的香港 我們的民族 有我們的文化 有我們的語言 有我們的歷史 有我們的記憶 有我們的血統 有我們的生命 有我們的肉體 有我們的自由思想 空間 香港民族的崛起 建基於當時 相對自由的環境 四小龍唯一擁有真正自由的地方 以及屬於我們 自身的民族信仰 核心價值 由於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極度惡劣 香港人被動地選擇 留 還是走 其實都是伴隨著極高的成本 因此雙方都很容易 忽略了其實 對方作出選擇的時候 也往往需要付出了很大的犧牲 以及勇氣 自然使得中共 分化有機可乘 作出決定的不應該是建基於其他人帶給你的情緒勒索 或者是道德綁架 而是應該建基於自身的抗爭策略家庭 環境的需要 以及承擔風險的能力 決定 文章最後強調一點 面對共產政權入侵 強制入侵殖民 終止香港的來臨 打壓以及 意圖毀滅香港民族的時代背景 重點在這裏 只要是為了香港 民族的復興 所作的努力 反抗和犧牲 無論是任何的選擇 行動 都應該 得到應有的尊重 最後六句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民族自強 香港獨立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我再加多兩句 香港建國事在必行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裏 拜拜 有些人 對 我來講到這裏 我們一刻 比我們合理 我們一刻 就先說 再次 我們一刻 兩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